外岛的蓝雨风势也非常强劲 预计阵风最强可达17级 足以吹到防污 面对台湾今年首个台风 各部门加紧防备 军方派士兵到宜兰准备沙包 桃园石门水库清晨提前排红 以降低水位 领导人蔡英文也前赴灾害应变中心指挥防灾 早前因暴雨严重水淹的桃园机场 已准备大量沙包 防范进水 至少过百航班取消或延误 美国连续两天有黑人遭警员击毙 路易斯安那州一名黑人男子 星期二在被制服后 遭警员近距离开枪击毙 另一名黑人在明明苏达州驾车时 被警员截停后枪伤 最终伤众不治 事件出发民众上街抗议 片段中的女子雷诺兹 是死者卡斯蒂尔的女朋友 卡斯蒂尔遭警员枪伤后大量出血 表情痛苦 雷诺兹把情况上传至社交网络直播 事发在周三网上 现场是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失交 当时车上除了两人 还有雷诺兹的四岁女儿 雷诺兹指警员截停卡斯蒂尔 要求他出示车牌 当知道他有枪后 一名华裔警员便向他的手臂 至少开了四枪 卡斯蒂尔送院后不治 涉案的警员已被接受调查 事后数百名居民聚集在州长的住所前抗议 他们手持标语为黑人争取权益 而在前一天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 也有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员开枪击毙 有人拍摄到两名警员 把黑人遗犯斯特林按在地上 背向镜头的警员拔出配枪 向遗犯开了至少五枪 另一名警员从遗犯裤袋取出一样物件 相信是一把枪 斯特林当场死亡 初步验尸报告指他胸部及背部多处有伤 警方表示 周二凌晨有人报案 指一名黑人在一间便利店外 用枪指和他人 警员到场看见斯特林后便将他指服 涉案的两名白人警员已被勒林休假 事件也触发民众上街示威 案件已至司法部调查涉案警员 是否涉及及不合理或过度使用武力 本周五晚上的Megamillion投奖奖金 已累积至超过五亿元 是Megamillion设立以来第三高 上期在7月5号开采 没有人中投奖 Megamillion投奖奖金 在吸引众多民众的情况下 投奖金额渴望超过彩券局所公布的 五亿零八百万元 并且随着越来越多人购买 而继续向上攀升 如果明天有人中投奖 而且是一人独得的话 以规定可以选择领取方式 基本上可以分三十年领取 以投奖奖金五亿一千万元来计算 每年可领取一千七百万元 也可选择一次领取 除税后可获三亿五千万元 不过要赢得投奖 必须猜中全部六个号码 中投奖的几率是 两亿五千八百万分之一 比被鲨鱼袭击 或被雷电击中的机会还要低 好 感谢您收看 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讯 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建议 或是有任何新闻线索 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 邮箱地址是 SinoTV News at MRBI.net 更多新闻 请关注晚上十点的话语新闻 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语电视 您好 我是彭佳铭 欢迎收看华视五间新闻 首先来关心墙台尼泊特 来势汹汹 您可以看到 尼泊特的台风也 它非常的清晰 结构扎实 而且路径是直扑台湾而来 目前已经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不过尼泊特的行进速度变慢了 连带的让影响时间拉长 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花冬将出现风雨 而且越晚越强烈 接着北部都会区 从晚上也会开始下起大雨 全台接着风强宇宙 而台风的中心登陆时间 预计是在明天星期五的清晨左右 可能在花莲或台东之间登陆 明天午后出海 但还不能掉雨清新 因为西南气流机的发威 中南部地区 从星期五的下半天开始 一直到星期六的一整天 都会有大雨出现 也提醒您 今天下午开始 一直到后天的星期六 都要小心强台尼泊特的大风大雨 云图上墙台尼泊特结构扎实 还有非常清晰的台风眼 将成为贯穿台湾的穿星台 全台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这一个就是强烈台风 尼泊特的台风眼 这台风它的结构是蛮扎实的 那么它的外部环流一波一波靠近 所以早上到现在 冬孟地区断断续续下着雨 冬孟地区将是台风接近以后 首先会被暴风圈影响区域 三十尼泊特行进速度变慢 预计影响台湾的时间也拉长 大约七号星期四下半天开始 暴风圈会先接触到台东 风雨逐渐增强 而到了晚上 北部的都会区 也将笼罩在暴风圈当中 接着八号星期五的清晨 台风中心预估将在花莲或台东之间登陆 中南部同时会有大风大雨出现 而八号星期五的午后 尼泊特将逐渐出海 但也不能掉雨清新 因为西南气流发威 中南部将会有好大雨出现 雨势会维持到九号星期六 一整天 一些大家虽然各地风雨出现的时间不一样 但今晚到明天 是各地风雨会强的时候 除了大雨 还要小心尼泊特带来的强风 目前预估 蓝与绿岛最强至少17级阵风 花莲台东16级 宜兰最大有13级阵风 而整个西半部苗栗以北也有11级强风 强台尼泊特步步逼近 风强宇宙千万小心防台 记者彭佳玉送一张 开报道 好的那么强台尼泊特逐渐进逼 现在东半部地区是首当其冲的 我们为您更新最新的停班课讯息 花莲从下午4点之后停班停课 而台东地区也是在下午的4点之后停班停课 宜兰地区晚上的6点到凌晨12点停班停课 而绿岛地区从今天下午过后就是停班停课 以及蓝雨是今天一整天都停班停课的 有任何最新的讯息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插播 好 目前来看到的是尼泊特逐渐进逼 而桃园机场之前就因为大雨而淹水了 为了避免这次重演之前的情况 这几天桃园机场是接连赶工 除了清理排水道的空间之外 上午也针对机场周边的防水闸门做补墙 而桃园的石门水库上午已经预防性泄洪 小钢炮尼泊特来时休休 桃机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桃机现在加紧赶工拓宽旧的H型干道 并且出动了抽水机要因应台风的来袭 H型干道拓宽工程分秒必争 抢时间赶工的还有这儿 在赶工新建的还有这个围犁跟砖墙 这高120公分的围犁跟砖墙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像上一次美食街 淹大水的情况再次发生 桃机防护网全面撒下连小细节都没放过 海水道的枯枝前一天就开始清理 下午前要全面清除完毕 更不要说沙包早就到位随时待毕 桃机准备好了水库也做好准备 好的那么台风来袭交通上也有影响了 我们为您掌握最新的铁路公路的应变措施 在台铁的部分今天下午4点之前 是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 而高铁则是全线正常运作 不过高铁在明天是暂停营运到下午的5点钟 之后会再适风雨的情况来调整 而在公路的部分台7线北横公路 台8线中横公路 台9线苏华公路 台11甲线光峰公路等等 下午1点之后是指出不进 下午3点之后全面封闭 后续会看台风的天候状况 以及道路实际的灾情 再决定开放的时间 提醒用路人特别留意了 好 刚刚提到的苏花公路 其实在昨天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有一辆四载的四辆大货车 刹车失灵撞上对象的连结车 这撞击力道之大 连结车整个扭曲变形 驾驶受困车内 抢救送易之后还是伤重不治 这路段也因此回堵一公里 车后之后虽然恢复通车 但是因为墙台来袭 苏花公路全线下午1点之后是指出不进的 也提醒您下午3点之后全线封闭 现场一片凌乱满地都是四辆 这辆连结车的车头也严重变形凹陷 原本在四辆车上用来抽取四辆的铁杆 抱偏不倚地插住了拖车驾驶座 驾驶被卡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警商人员赶紧